好,在看完了圣词和短语之后,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三十三个课文部分。 首先呢,把这个题目再看一遍。 题目叫做A day to remember,难忘的一天。 这个里面有一个复习。 我们在22课当时讲过魂异相关的一群的时候, 讲过一个名词后我们叫to remember,叫令人难忘的。 难忘的一天叫A day to remember,难忘的一夜呢,叫做A night to remember。 你看我们在指环网中有这么一个片段,我们可能还记得, 这是在这个第一集里面的一个片段,我们把这片段先听一听。 你看这是这个Biu Bo在过生日的时候, 他的老朋友Gandalf呢,给他来祝寿来了。 两个人坐在山坡上,然后呢,两个人在吐烟圈, 然后看着下边村民呢,替他再准备这个生日晚会。 所以这个Biu Bo很惬意,他说Gandalf my old friend, Gandalf我的老朋友啊,This will be a night to remember。 这当时,这将是令人难忘的一夜。 他英式翻译说to remember,没事A night to remember就好了, 令人难忘的一夜。 好,咱们看看这个本文中是为什么是难忘的一天, 咱们先看看这个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We all experience days when everything goes wrong. 我们大家都经历过那些事事不如意的日子。 这个前面简单,experience叫经历过, 我们这个days是been语,后面when呢,引导一个定义从句。 咱们看看里边这个go wrong,go wrong这个结构在第26颗咱们讲过,咱们复习。 这里go wrong可以表示不是走错路了,而是出错了,出问题了,或者不顺利。 出错了,出问题,出故障,或者不顺,是这个意思。 你像本文中这个,我们大家都经历过事事都不顺心, 在每一件事都出问题都不顺利,这样的日子可以用它。 那我们再举一反三地多看一些例子,比如说看这个例子。 Our marriage began to go wrong after we had a first child. 我说我们两个人的婚姻怎么样呢? 在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呢,就开始出问题了, 就不顺利了,两个人的婚姻出问题,亮红灯了。 这里面也可以用go wrong这个搭配, 跟本文中go wrong不顺利,出问题是类似的,对吧? 那么还有我们在当时20课就讲过的, 还可以表示机器出故障,也可以用go wrong这个结构, 咱们回顾一下。 Something's gone wrong with my computer, 我这个电脑啊,不知道怎么出问题了,出了一些故障。 Something's gone wrong,这个代替has,这个词。 那么同样的,我们再看一看, 比如说这个在第26课里的例子, 126月第八行,126月的第八行。 An advertisement which begins with the magic word fray can rarely go wrong. 一个广告什么呢? 以这个有魔力的字免费来开始的这广告, 很少会出错,会出问题, 这种广告效果一般都很好, go wrong,出错,出问题,不顺, 可以用它。 那再比如说,我们再看在另外一课书中, 就是我们37课, 170页的第6行到第7行, 170页第6到第7行, 有这么一句, It's all too easy to blame the real authorities when something does go wrong. 当一些事情的确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去责备那些铁路当局。 你看,出问题,出故障,出毛病, 就go wrong,也可以用它, 可以放在一块同时记住。 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经历过那些事事, 都不如意,不顺心的日子。 这个结构可以背一背, 我们把这句话背一遍吧。 我们大家都经历过那些事事不顺心的日子。 We have all experienced days when everything goes wrong, 可以用它,我们换一换。 我说我们大家都经历过 生活,生活,幸福如意的日子。 那不能天天都不顺呢。 你看我们前面背一遍。 We have all experienced days when 后面背一下就好了。 We have all experienced days when life seems to be a bowl of cherries. 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日子, 前面一样,对吧? 另一从去换一下, 后面的内容变成 生活好像是一碗大樱桃, 红樱桃。 生活像一碗红樱桃, 就红红火火,生活幸福如意。 这是个固定的比喻。 We have all experienced days when life seems to be a bowl of cherries. 一碗樱桃。 或者我们说, 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痛苦和绝望的时刻。 这个时候就不是日子了, 换成时刻, 比如说换成moments,对吧? 很简单嘛。 We have all experienced moments of misery and despair. 后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名词端与off连接就好了。 我们都经历过那些 痛苦和绝望的时刻。 前面这个结构 可以顺便放在一块记住。 好,回到文章中。 是怎么一个事实不顺呢? 后面他就描述了, a day may begin well enough, but suddenly, everything seems to get out of control. 这个一天呢, 可能开始的是蛮好的, 还早起不错, 但突然之间, 每一件事, 看似都失控了, 一下子就乱了, 就互不担心了。 这个sadly, 突然之间, 这个表示突然, 也是写作的高频词。 我们在写作时有两个替换, 我们可以用sadly, 也可以用all of a sudden, 或者all at once, 都可以表示突然之间, 某事就发生了。 先读第一个, 先慢慢来, sadly, sadly, 但是李老师说过, 这个sadly, 这个dun, 还有tun, 是鼻腔爆破, 所以读快之后sadun, 舌尖不动了, 变成sadun, sadun, 气从鼻子出来, 我们再来一遍, sadunly, sadun, 就n这么一声, 再来一遍, sadunly, 好, 再跟后面那个连读, 再加鼻腔爆破, 先慢慢读, all of a sudden, all of a sudden, 读快乐之后, all of a, all of a, home sudden, 有变成sadun, sadun, 再快乐, all of a sudden, all of a sudden, 也是突然之间, 第三个也是连到一块好读嘛, all at once, 连到一块, 再来一遍, all at once, all at once, 突然之间, 这个注意, at once单读使用时立刻, 但加上复锁all, 放在一块, 翻译成突然就好了, 这个都有现成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在本课书中, 就出现了, all of a sudden, 这个搭配, 比如说看本课书, 就是154页, 我们的16行末尾, 到底17行, 16行末尾, 到底17行, 他说, seeing a cake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 large driver who was drawing up, alongside car, pulled up all of a sudden, 看到一块蛋糕呢, 从空中飞了过去, 一个卡车司机, 正呢, 这个把车要停在这个小汽车旁边的, 这卡车司机, 突然间, 来了个急刹车, 这个突然间, 就all of a sudden, 用的这个结构, 那么前面这个, 这些搭配, 我们一会儿在后面会说, 那这是突然之间, 好, 再看在另外一颗书中, 就是在第48颗里面, 220页的第23行, 220页的第23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all of a sudden, I noticed that my wife seem to be filled with alarm, all of a sudden, 还是突然, 突然之间, 我注意到怎么样, my wife seemed to be, 看似好像, filled with alarm, 满面惊恐的神色, 这个alarm, 指人的情绪, 惊恐的意思, all of a sudden, 是突然之间, 而不能发生立刻, 就怎么样, 这三个, 写作中可以替换, 好, 再回到文章中, 那么突然之间怎么样, everything, 每一件事, seem to be, 看似怎么样, get out of control, 看似变得失控了, 变得失控, 失去控制, 这个习语也是考的特别多, 希望它再背下来, 叫get out of control, 或get out of hand, 都行, 注意这个连读, get out of, 变成get out of, get out of, 中间这两个字母t, 本来发t, 连读之后, 都变成轻轻的d, d, so get out of, get out of, control, 再连到一块就好了, 我们大声来面, get out of control, get out of control, 或者用后面的一搭配也行, 同一词, 大声来面, get out of hand, get out of hand, 注意是hand, 不是hands, 用单数哦, 经过手是两只, 但这里面是手, 表示控制的意思, 用get out of hand, 不是hands, 那么这个变得失控, 这个结构呢, 考试考得特别多, 我们先听一道听力真题, 当年托福的听力真题, 先听一听, 应该选哪一个, 好, 开始, 我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 应该选哪一个, 这个男的建议着, 女的做什么事呢, 咱们看选哪一个, 好, 正确答案是A选项, discuss the situation with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dormitory, 把这个情况跟负责宿舍的人讨论一下, 咱们看为什么学, 把原文再, 看着原文再听一遍, You know, the noise in my dorm has really gotten out of control, my roommate and I can rarely get to sleep before midnight, Why don't you take the problem up with the dorm supervisor? What does the man suggest the woman do? 这又是一男一女一个对话, 第一个你的说, You know the noise in the dorm has really gotten out of control, my roommate and I can rarely get to sleep before midnight, 你知道啊, 哎呀, 我们这个宿舍楼里的噪音啊, 确实现在已经失控了, 我这个社友跟我啊, 这个在半夜之前几乎呢, 就睡不着觉了, 你看, you know the noise in my dorm, dorm是比较口语化的用法, 写全了是dormitory, 就宿舍楼了, has written gotten out of control, gotten out of control, 这又是出现了连读了, gotten是过去分词, 但是读快之后变成gotten, 读慢的是gotten, 读快的是鼻腔抱的gotten, gotten, 然后这个n跟后面out of连到一块, 变成gotten out of, gotten out of, gotten out of, gotten out of control, 是这么来的, 我们大声来体会一下, gotten out of control, gotten out of control, gotten, gotten, gotten变成gotten, 在连读, 我的社友和我呢, rarely几乎没有过来, 午夜之前几乎就睡不着觉, 第二个男的建议说, why don't you take the problem up withdorm supervisor, 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向上反应呢, 向谁呢, dorm supervisor向宿舍管理员, 这个supervisor就管理员, 监督员, 先用宿舍管理员反应一下呢, what does the man suggest woman do, 他建议女的做什么呢, 当然是, 把这个情况跟管理宿舍的人讨论一下, 这个the person in charge of dormitory, 就是dorm supervisor, 这是做这个替换, 要不然这答案就太明显了, 我们把这个片段再听一遍, 同时看一看, 这gotten out of control, 这个联络是不是这么说的, you know, the noise in my dorm has really gotten out of control, my roommate and I can rarely get to sleep before midnight, why don't you take the problem up with the dorm supervisor, what does the man suggest the woman do, 好, 这是get out of control, 叫失控了, 我们再看一道选择题, 当年一道六级正题, 六级选择题, 这一节这么说, we started burning some leaves in our yard, but the fire got什么, and we had to call the fire department to put it out, 我们开始一二是院子了, 在院子里烧一些叶子, 但是这个火变得怎么样了, 并且我们不得不叫这个消防队, 来把火扑灭, 你看好多搭配呢, 咱们在前面讲过, 那他记不记得消防队, 叫fire department, 咱们一看这是美式用法, 因为在英联邦国家, 咱们十五个讲, 叫fire brigade, 用铝那个词, 还记得吗, 军师铝团营那个铝, 但我说过, 在美国用fire department, 你看这六级中, 出现这个搭配了, put out, 是熄灭, 掐灭, 把烟掐灭, 熄灭灯火, 扑灭火, 把灯关掉, 都可以用它, 放在一块呢, put it out, 放在一块连读, 变成put it, put it out, 把火扑灭, 这个大火怎么变得失控了, 才要叫消防队员吗, 变得失控了哪一个, got, get out of hand, 只能选A了, 这边的失控了, B呢, out of order, 表示出故障了, 坏了, my car is out of order, 我的这个汽车坏了, my watch is out of order, 表坏了, 这是这个坏了, 那么out of question, 表示这个没问题的意思, 这个out of question, 表示不可能的意思, 那么is out of question, 甭想了, 不可能的, 这是个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less out of question, 后面out of way, 表示闪开路, get out of my way, 闪开道路, 再者第一个呢, 失控了, 这个是出故障了, 火不能出故障了,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是火变得不可能不通顺, 后面out of the way, 火闪开路更不通了, 选A正确, 注意, 不是out of hands, 是out of hand, 用单数,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它的反应搭配, 叫做控制住某个东西, 控制住某个东西, 其实用什么呢, 叫get something in control, get something in control, 相当于control something, 控制住了某个东西, 把它处在控制之下, 这个结构可以把它顺便器解, 同样的, 我们看一道听力真题, 在当年听力提议考过, 咱们先听一听, 这个女人预言什么将, 预测什么事情将会发生, 我们再听听, 看看同时应该选哪一个, 这个女的预测, 什么事情将会发生呢, 给半分钟, 咱们看一看啊, 好, 正确答案是, 第一选项, the situation will improve if changes are made, 如果我们做出一些改变的话, 这个情况将会好转的, 为什么选D, 把原文再看一看, 还是一男一女的对话, 第一个男的说, look at all the pollution going into the air from those factories, 你看看从那些工厂里边飘到空中的一些污染物吧, 然后说呢, Do you think they will ever get that under control? 你认为他们到底能不能把那控制住啊? 控制住某东西, get that under control, 只用固定细语, 这个ever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老师以前讲过, ever在疑问剧中加强语气翻译成什么? 翻译成到底, 你认为他到底能不能够控制住啊? Wherever did you go yesterday? 你昨天到底去哪了? ever表示到底加强疑问的语气, 这个女人很自信, With new laws and social awareness, we'll turn things around, 那么伴随着现在有新的法律的颁布, 还有呢, 社会现在慢慢了解的这个事了, 知道这个事了, 我们一定会把事情扭转的, turn around, 就是翻过来的, 扭转的事情的, 什么意思呢? 他说, 如果我们做出改变的话, 这个情况将会好转的, 这女人比较乐观, 注意, get something under control, 叫控制住某个东西, 失控呢, get out of control, 或get out of hand, 就好了, 那么后面第三句话, 我们再回到课文中, 第三句话说, what invariably happens is that a great number of things chose to go wrong at precisely the same moment, 那么往往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好多好多事情啊, 他选择在同一个时刻去出问题, 这个同一个时刻不顺利,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前面黄页色在s之前, 这明显是个逐语重句, what invariably happens, 就是那些总是会发生的事情, 这个invariably, 咱们在第31个, 这个可爱的怪人说过, 他表示always总是, 那些总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后面这个that引导的重句到句末, 明显是表语重句嘛, 这是主系表结构, 主语是主语重句, 系动词是is, 后面表语重句, 就是at and that开始到句末, 然后表语重句里边呢, 那么很多事情怎么样, choose to go wrong, 然后里边迁套的时间壮语, at precisely the same moment, 画横线的故事, 时间壮语, 在刚刚好同一个时刻, 去出故障, 出问题, 这个意思, 那么本文中首先这个小句型呢, 可以把它记住, what invariably happens is that, 往往啊总是这样, 这个invariably就是always this, 这搭配给记住, what invariably happened is that, 往往总是如何如何, 是什么呢, 放到后面表语重句里面就好了, 往往总是如何, 本文中说, 往往总是很多事情, 选择在同一时刻变造, 我们看一些例子, 我说哎呀, 往往总是干的最多的人呢, 收入却最少, 往往总是干的最多的人, those who work most, 大家还记得飞猫中我们讲过, 干的多叫work most, you can work the most, 因为如果做动词的这个最高级的话呢, 我们不一定非得叫the most, 这个the可以去掉, 收入最少呢, to get paid the least, 同样这个the可以去掉, 因为这个most如果修饰形容词最高级, 那应该用the most, 但做动词, 它指的动词是那个the可以去掉的, 在第九个飞猫中怎么讲过, 可以怎么说呢, 咱们说一说啊, what invariably happens is that, 怎么样呢, those who work most, often get paid least, 就是那往往总是怎么样, those who work most, 那就工作最多的人, get paid least, get paid就得到报酬嘛, 得到报酬往往却是最少的, 就是总是会这样, 往往总是会这个会如何, 可以用它, 再来一个更复杂的句子, 比如说看这句话, 往往总是老师一走, 班里就陷入一片混乱状态, 这说明班里呢, 记录不好, 老师一走就once, 一旦teachers leave, 老师走了, 班里陷入一片混乱状态, 咱们刚刚讲过, 陷入混乱状态可以用in a state of chaos, 咱们试试看, 那一遍, what invariably happens is that, once一旦teachers leave, 怎么样呢, the class will be in a state of chaos, 好了, 这个结果立刻出来了, 对吧, 黄颜色的是背起来的, 一旦怎么样, 老师一走怎么样, 班里处于混乱状态, will be in a state of chaos, 刚刚讲过, 这个搭配特别自信, 因为前面的句型, 后面搭配都是咱们讲过的, 好, 本文中说王王总是怎么样呢, 王王总是啊, 这个好多好多事情, agree number of things, choose to go wrong, 选择会变糟, 这个choose to do, 也是一个常见搭配, choose to do常见意思有两个, 第一个叫选择去做模式, 第二个也得翻译决定去做模式, 都行, 他决定就做出个选择嘛, 就是决定嘛, 我们看例子,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hoosing to live alone, 现在由越来越多人选择呢, 一个人生活, 独自生活, 不愿有伴侣了, 你看这个是选择做模式, choose to do, 那表示决定也行, Kathryn chose to ignore the doctor's warning, 凯瑟琳决定不理睬医生的警告, 也就是说你不能做这事了, 很危险呢, 凯瑟琳我工作要紧, 她决定不理睬医生的警告, 她也是做出了一个选择嘛, 所以中文中翻译的选择或者决定都行, 那么choose一般过去是choose, 可以用它, 本文中翻译的选择好一些, 很多很多事情选择呢, 在恰恰同一个时刻, 它去编造, 这个其实也照应了中国一句老话, 叫风霜至, 祸不单行, 这个谚语在英语中也用, 咱们看看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叫做it never rains, but it pours, 叫做祸不单行, 这个but表示除了什么情况之外, 这个pour, 咱们在三十一课讲过, 叫下瓢泼大雨, 除了下瓢泼大雨之外, 从来不下雨, 也就是不雨则已, 一雨倾盆, 本来下雨就倒霉了, 一下雨还是暴雨, 所以刚好翻译成, 这个祸不单行, 我们读一遍, it never rains, but it pours, 叫祸不单行, 这个结构和记录, 记录but表示除了什么什么情况之外, 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把这个中国话翻过来, 正如中国一句老话说的, 伏双至祸不单行, 正如中国老话说的, 还记得吗, 我们这二十四课当时见过嘛, 而且我们以前这个, 这个中国一句话怎么说的怎么讲的, 在十八课也见过, 24课也复习过的, 咱看怎么说, as the old saying goes, 正如一句老话说的, 那你要非要加中国的呢, as an old Chinese saying goes, 正如一句中国老话讲的, 这也行, 是怎么说的呢, happiness comes along, while misfortune loves company, 这个翻译得不错, 这个happiness幸福, 幸福总是一个人来的, 而不幸, misfortune怎么样呢, 总是喜欢陪伴, 这个company在这表示陪伴, 是不可署名词, 所以就loves company喜欢陪伴, 服务双至祸不单行, 幸福一个人来, 而不幸拉着手陪伴着一块来, 这是服务双至祸不单行, 也可以我们用比较著名的墨菲定律, 来描述这个事, 叫Murphy's Law, 什么叫墨菲定律呢,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 如果事情能变糟的话, 它就几乎一定会变糟, 这是Murphy's Law, 就是倒霉的事情呢, 总是倾向于发生, 上帝只有一个, 但魔鬼却无处不在, 倒霉的事, 你怕什么事, 什么事就发生, 用这个结构描述也不错, 这几个, 这些表达, 我们顺便记住, 好, 再回到课文中,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后面再进一步说, 到第四句话, 他说, It is as if a single and important event set up a chain of reactions, 他说好像是, 一件那么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 就导致了一连串的反应, 这个as if表示, 好像怎么怎么样, a single and important event, 就是仅仅一件, 那么微不足道的小, a single是加强语气了, single表示就一件甭多, set up就要导致, 注意这个set up, 为什么不用sats if呢, 因为前面不是一件, 这个不重要的小事, 不是这个第三层单数吗, 为什么用set而不用sats, 因为老实说了, 在二十四课中讲过, as if表示好像, 往往在后面加虚拟语气, 就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面这个sat, 是虚拟语气中, 把它变成了一般过程, 去使的, 所以这里是一个虚拟凶法, 所以并没有错, 那么set up在这里呢, 是什么意思, 是导致的意思, 这是多一次, 我们看例子, 比如说, the heavy fog set up a traffic jam, 这个浓雾, 这个 fog是雾呢, 导致了一次交通堵塞, 这是导致, 知识可以用它, 咱们复习表示导致还有很多, 你像cause可以用导致, 你像effect可以是导致, 但注意effect, 做名词是后果, 效果或影响, 做动词, 急用动词可以表示导致, smoking can effect cancer, 也可以, 这是当急用动词来用, 还有好多, 你像lead to, 表示导致, 很熟悉, 对吧, 还有result in, 也可以表示导致, 大家很熟了, 还有很多, bring about也是导致, 还有在第四课中, 老师讲的give rise to, this can give rise to curious situations, 这会导致一些奇怪的现象, 这双重生活那个时候讲过, 这个tune是借词, 都可以是导致,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比如说produce, 还有create, 有的是也能发现导致, produce生产出这个东西, create制造出来, 创造出来, 生产出制造出, 也是产生结果了嘛, 因为它表示导致, 有的是也可以, 但是在本文中这个语境下呢, 我们换成这样的动词, 更贴切一些, 就是trigger和spark, 这两个动词可以反正触发了, 这个特别是小事, 触发大的结果, 本文中不是小事, 引发一连串的反应吗, 用它更合适, 我们先读一下第一个词, trigger, trigger, 这个词本来做名词, 叫手枪的扳机, 那么一扣扳机把人打死了, 所以就触发, 名词动用, 第二个spark更熟悉了, 做名词叫火星子火花, 所以动词呢, 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 所以触发, 我们再读一下两个词, trigger, spark, 咱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句, Even the smallest diplomatic incident can trigger or can spark a maj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而甚至那些最小的那些外交事件, 都可能会触发一个重大的国际冲突, 你看小事情引发大结果, 特别适合用板机和火花, 这两个名词当动词来用, 本文中呢, 也恰如气氛, 好, 本文中说触发了什么呢, 导致了一连串的反应, a chain of, 我们在词用中讲了, 它可以表示一连串的, 这chain本来是铁链子, 还能用什么呢, 我们讲过, a series of, a train of, a trail of, a string of, 都行, 都是一连串的反应, 都没问题, 可以用, 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这么说, 触发了一次连锁反应, 就不是一连串的反应了, 连锁反应有习语, 我们可以说, a chain reaction, 这个用单数就好了, 它是一次连锁反应, 读一下后面这词, chain reaction, chain reaction, 叫一次连锁反应, 这个也行, 或者跟它类似的, 还可以说, a domino effect, 是你用a ripple effect, 跟它类似, 都是指连锁反应, 这个domino effect, 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 大家可能看过, 那个在电视里面, 玩多米诺骨牌的, 很多那些, 这个小木头块一样的东西, 摆成一长串, 推倒了第一个, 二三四五, 吸烈化的效果都倒了, 所以连锁反应, 或者a ripple effect, 叫连移效应, 这个ripple, 就水面连移, 扔一个小池子, 一圈一圈一圈, 越来越大, 也是一个连锁反应, 第一个引起第二个, 引起第三个, 我们分别读一下, dobino effect, ripple effect, 这都能表示连锁反应, 他说看似呢, 这个一连, 这个一个微不足的小事情, 就会触发一连圈的连锁反应, 那他下面就描述了, 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说了, Let us suppose that you are preparing a meal, and keeping an eye on the baby at the same time, Let us suppose, 让我们设想一下, 你呢, 一方面在准备一顿饭, 在做饭, prepare a meal, 在做饭嘛, 然后与此同时呢, and keeping an eye on the baby, 同时在照料这个孩子, 这and是并列连词, 前面省掉了you are, and you are keeping an eye, 前面有you are, 后面就没了, 这个keep an eye on, 这是习语了, 照料照看, 后面跟人, 跟东西都行, 不可能是把一只眼睛挖出来, 放到孩子肚子上, 那么孩子吓死了, 照顾照料照看, 我们读一下, keep an eye on, keep an eye on, 照料和照看, 后面跟东西一起, 我们看例子, would you please keep an eye on my suitcase while I'm away, 我说在我不在的时候, 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照料一下我的这个箱子呢, 我不在的时候帮我看一下, 别丢了, 你看, keep an eye on, 可以用它, 照料和照看, 那本文中这个照料照看呢, 能不能替换, 好多, 比如说look after, 照料照看, 婴儿可以, 对吧, take care of, 照料照看照顾, 或者干脆 watch, watch the baby, 也可以表示照顾, 他不一定是看电视, 照顾照料照看, 都可以, 那么还有一个词呢, 他专表是照料小孩, 叫babysit, 也是看孩子, 但这个词呢, 一般强调是付费的, 有报酬的, 就请别人来家里看孩子, 我们看例子, he used to babysit for Mary when she work nights, 顺便记住work nights, 叫上夜班, 当这个Mary上夜班的时候呢, 他过去曾经替玛丽看过孩子, 这个babysit for somebody, 为某人看孩子, 他一般强调是付费的, 就是有报酬的, 我不能白给你看呢, 你给我钱, 像这样的看孩子的人, 请来的人, 叫做babysitter, babysitter, 就是看孩子的人, 一般是什么大学生呢, 兼职打工, 请他到家里来看小孩, 因为在外国, 这个孩子自己独自在家, 这个属于犯法的行为, 这说, 好像一连串的这个小事, 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 这是一个描述, 这事件如何慢慢开始的, 那么后面出现什么一件小事呢, 我们就说了, the telephone rings, and this marked the prelude to an enforcing series of catastrophes, 这个时候啊, 电话铃响了, 并且这是预示的一连串, 未曾预料到的大灾难的序幕, 这个小事, 就是电话铃响了, 就导致了一连串的反应, 这个电话铃响呢, 是用telephone rings, 可以, 这个词当集物动词, 当不集物都行, 做不集物动词就是响了, 你像the doorbell ring, 门铃响了, 可以用它, 只是不集物就响了, 这个词不规则, 一般过去的词, 把i关成a, 把那a再拱手跟, 我们读一下, ring, ring, 发a, 手跟上去, ing啊, ing啊, ring, 这么来读, 那么集物动词呢, 就按响了铃, 像ring the doorbell, 按响了门铃, 这个都行, 本分钟是不集物的, 就电话铃响了, 但是只是响了还有很多, 比如说闹钟响了, 咱们一般多用这个短译叫go off, go off叫闹钟响了, 这go off一般表示比较大的, 刺耳的声音, 闹钟声, 枪声, 炸弹爆炸的声音, 可以用go off, 闹钟叫alarm clock, the alarm clock went up, 闹钟响啦啦啦啦, 闹钟响了, 可以用它, 还有呢, 以前我们说钟打点爆时, 在第二个见过, 叫strike, 还记得吗, the clock is striking the hours, 这个大钟正在打点爆时, strike the hours, 第二个见过, 如果大钟正在打响十二点的钟声呢, the clock began to strike twelve, 在后面直接加一二三四五, 这加十二就行了, 这个大钟开始冥想了十二点的钟声, 这是这个打点爆时, 一般用strike这个动词, 好, 回到居中, 电话铃响了, 并且怎么样, 这标志的一连串未曾预料到的大灾难的这个序幕, 这个标志用的是动词mark, 这个mark本来表示做一个标记, 做一个记号, 派生意表示标志的, 它表示标志用的特别多, 咱们就回顾一下二十五课里边, 就是一百二十二页的第九行最后, 一百二十二页第九行最后, it marked the end of the great tradition of ships, with sail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ra, 咱们回顾一下, 这标志的翻船, 有翻的船吗, 这个伟大传统的终结, 还有呢,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你看这种标志, 再看一个例子,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historical period in China, 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foundation成立, 标志的在中国一个历史新阶段的开始, 总之这个标志可以用动词mark, 这是老朋友了, 咱们以前讲过, 标志的, 本文中是标志什么呢, 标志的一个prelude, 一个序幕, 我们说什么什么的序幕, 词困中说了, 必须加这次to, 后面用的对, to an endforeseen series, endforeseen就未曾预料到的, a series of, 就是刚刚见过的, a chain of, 一连串的嘛, catatrophe, 大灾难就好了, 标志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序幕, 其实直接翻译试就好了, 标志的某数的序幕, 就预试的某数会翻译, 发生了呗, 浴室的一连串的大灾难, 这个结构可以背下来, mark the prelude to, 直接翻译试, 标志的某个东西的序幕, 浴室的, 乌云浴室的有一场暴风雨, the dark clouds mark the prelude to a heavy storm, 对吧, 乌云标志的一场大暴雨的序幕, 前奏, 就是浴室的呗, 下面再看这个比较长的句子, the 卢沟桥 incident, marked the prelude to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这个incident可以表示事件, 尤其写什么暴力事件, 冲突事件, 的卢沟桥 incident, 就是卢沟桥事变就好了, 那么预示什么呢, 预示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 中国抗日战争, 是中国这个战争, 什么抵抗战争, resistant, 就抵制抵抗, 抵抗的是谁呢, 抵抗的是日本的侵略,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预示的这个的开始, 那就标志着什么什么的序幕, 这个搭配表示预示预兆特别漂亮, 这个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本文中说电话铃响了, 就预示了一连串的未曾预料到的大灾难, 那有人就觉得奇怪, 电话铃响接电话不就得了吗, 怎么会有灾难呢, 后面咱们看怎么回事, 他后面说, while you're on the phone, 这个the baby pulls the table close of the table, smashing half your best crackery, and cutting himself in the process, 电话铃响了, 当你正在打电话的时候呢, 这个小婴儿淘气, 把那个桌子上桌布给蹬下来了, 并且呢, 把你最好的那些淘气, 都半数摔得粉粉碎, 并且在这过程中把自己还拉伤, 这出现倒霉事了。